我采用中午跑步的方法 所以采用了断食方法 这个时间要挤出来呢 连锁的带动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 我中午断食呢 是为了节省时间 但是断食呢 对我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啊 偶尔断食 间歇性断食都是没问题的 那我就是间歇性断食 因为1月17号以后啊 三就过了啊 我们就开始慢慢赢四九 1月20号就是大汗 俗话说的好吗 大汗不冷小汗冷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一下 人和自然的关系啊 特别是运动的朋友啊 运动和自然跟四四节 跟气候有非常大的关系啊 大家没事的时候 多了解了解相关的知识 对我们健康运动啊 非常有好处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好了朋友们 抓紧时间跑起来 运动适量运动啊 主 Colt 是 我们认识得我跟你说 这个每分課道 今天真的失败社区 嘛 hours Carter 都是 我们 rounding了 当面充酷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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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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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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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提升我们高酮素水平的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 这一点我就不多强调了 充足的睡眠 对一个人的健康 非常的重要 朋友们夕阳夕下了 我是笨舞健哥 今天是周日 本来应该是 我要练这个腿的 已经计划好了 但是今天呢 陪我们家的孩子呢 去南湾公园 去吊螃蟹去了 刚回到这个公园附近 所以感觉忙了一天啊 玩了一天特别的累 感觉去蹲腿的话 有可能会受伤 因为状态不太好 所以呢 我决定改成跑步 跑步跑上50分钟 没有任何问题啊 反而让自己晚上睡觉 会更舒服一些 我要跑50分钟 天就黑了啊 抓紧时间 活动完 跑起来 放开你的熟悉在冬天 梦天飘着大雪 点燃一根香烟 来帮走青年 我死去的从前 有点水 6点50分 天已经黑了 路边的路灯已经亮了 好